我們現在右手邊這台是我們一台 Interfutter Machine 這台機器其實是在台灣生產的一部全自動化機器 我們是香港現在唯一一間做合裝紙巾和Pocket Tissue 的工廠 我們就算未正式開設的時候 我們已經投放了三十七位數字的金額進去 我們其實冒了很大的風險去試行這件事 某程度上一定要抱著一種信念才能做到的事 我們現在提供了一個選擇 就是我們用一個跟國內生產差不多的價錢 去做一條香港製造的紙巾 這就是我們希望可以做得到的一件事 有很多人問我們為何我們的品牌叫做 H.O.H.K 其實我們的品牌是有第二系列 一直將會推出的叫做 M.E.H.K 其實拼在一起是 H.O.M.E. Home 的意思 90 年代我們就開始搬回國內 直至2020年 我們就跟一間公司合作 就在香港重新去設廠 重新回到香港製造的紙巾 我小時候開始已經在我家人的工廠製造紙巾 那時的紙巾廠是在貨壇的 小學的時候我已經在工廠製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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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廠 已經有一段時間我離開了香港去外國讀書 可能跟我身邊很多我的朋友一樣 通常離開了香港讀書再回來香港的人 是特別對香港的感情會在濃厚一些 因為我們在外國讀書那段時間 我們會加強了很多掛著香港 掛著這個家的一個情懷 在我心目中香港是我的家 以往其實也有其他人問過我這個問題 其實我可以做很多不同的選擇 為什麼我會選擇選擇一條這麼辛苦的路去做這件事 我想我其中一個很大的因素就是 我很想在香港為這個家去貢獻去做一些事情 可以是很微不足到的 因為我們公司剛剛提到 以往曾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們搬回國內 搬回香港後 我們每一個員工都是香港人 我們可以有很多空間 可以幫助其他例如物流等等的行業 我們都可以作出一些很輕微的貢獻 如果在計算的情況下 只不過是自己辛苦了 覺得值得去做的 有些事情都要去做 我每一個人都要有很多空間 你熊火 讓大家聞一下 你先對我一段時間 你真的要為一個操作感